好那同样的动的就是基本动作了 那个请各位同学们都是每次上课 甚至你上课前你就可以 你就记得先从这个这里开始 然后打开我们的电子书 以及那个中文的讲义 好在这里 好那我要先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现在这个是 我们今天这个算是第五周 那前面的四周其实算是非常基本的 算是说主要是以那个对于 不论是程式设计还是统计 都是零基础的同学 来做一个说明跟示范 好那这个这个目的是为了 从今天开始 好这个第五周 这里你们可以注意到现在 其实你们如果有注意 有那个有认真做作业的 认真上课做作业 你们会注意到这个 这个讲讲义 现在的每个标题的安排跟电子书是配对的 好那除了前面是加了说是第几周之外 好那你们可以看到什么 那个这个标题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对应电子书的单元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是要看这个loading data 好那我中文是把它叫做是出亏研究 这样这因为我们要看 我们要正式去看我们从第 第二周 好第二周时候我们有看了一个 呃正向心理学研究的资料 好那所以那今天我们要正式把它用R 来去透过R来去认识 这个这笔呃这个研究的资料里面 它有什么它它它有它有什么样 样那个呃我们可以去学的地方 那透过整理这个资料 我们我们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可以就是来慢慢的学习 一些R的呃一些语法的写作 好还有就是 呃另外呢就是呃慢慢可以培养 同同同可以呃慢慢培养同同 呃大家呢运用R的语法去理解呃各种统计的观念跟方法 好那呃我先预告一下就是在你们各位也看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电子讲 看这个中文讲义的部分 呃基本上现在这个标这个标题都是配合学校的形式力 好所以在这里呃第五周到第十周 好算是一个阶算是一个阶段 好那中间第九周这个地方是校庆 所以停课一次好所以我这边我都有先标准 那那么我是建议同学从今天这个第四个单元开始 到这个第八单单单单元呢 它是一个阶段它算是一个正式的这个R 我们透过R然后然后去看呃一笔真正的研究资料的内容 然后然后然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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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学来去学习 насколько样做那个资料的 清理啦 还有一些基本的这种视觉化 这是这个 这个阶段 主要的 我们主要要学习的 一个工作 那今天我们 是要从 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要从呢 去使用R来去 透视 这个 在第二周的时候 我们谈到的这个 正向心理学研究的资料 OK 好那 等一下我再确认一下 大家有没有领 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领到作业了 嗯 大家有看到作业吗 因为我不大想说 把这个作业的连结 放到Google的聊天室 因为那样那样子可能会有些 那个会有人误领的问题 OK 还没看到作业吗 等一下 好啰 好了 中文字一个 可不可以 中文字一个 可以 不lipped 对 Date 中文字一个 中文字一个 然后 好 Spread member 好,等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如果说他没有进聊天室 他是在那个教室上课的话 我是比较不清楚他们能不能够领 能不能够跟着领 跟着领 领 领 跟着拿到 可能那个助教他们现在没有在线上 或者说在别的地方在处理事情 所以没有注意到 好,那个 好,然后 我先那么这个 我刚有跟助教就是传讯息告诉他们 那么 我想先来看一下 就是 在 也是给同学先了解 就是了解一下 这是上一次作业的情形 那个单元一的回馈 个人回馈 大家应该都有拿到了吗 好,这个大家可以一样就就是电子讲义的这个第一页 好,这里这个大家可以一样就就是电子讲义的这个第一页哈 好,这个每一次的作业回馈我都会更新到这边来 那呃,作业一的那个个人回馈我呃,大家应该都收到了 好,就是因为就就至少就是说有交作业的话 好,都会有收到那个个人回馈 那如果没有那那么我那么因为因为单元一我是第一次寄个人回馈 所以中间会有些那个miss的状况 好,如果那我那么我是有确认那个全班同学的有目前有注册的mail我都有收到了 好,我都有,呃,应该说我都有寄出去 所以请你确定一下,如果你没有收到单元一的个人回馈 请那个跟我反映 那那个单元二那个还有一部分的作业还没有改完 等改完后我会再马上把那个把那个个人回馈处理处理好就会寄给大家 好,然后那个单元三哈 呃,这一次单元三是 我是觉得说大家已经对于说一些基本的做作业的动作已经是算算是很熟练的 就至少说我这个第一我第一我在那个就是这周这周的截止时间过后 我第一我第一次先做一次那个check好那是大家的那个呃,作业的这个格式都是哦 都是那个ok的,所以至少就是说你准时交的同学都已经把握到这个重要的就是呃,呃,基本的这个作业格式 那因为其实基本格我要这样子特就是特意要要求这个作业格式的用意也 其实是要帮助同学尽是可以去熟练好这种RM的编的编的编辑 所以并不是是这种呃,有什么故意在唯一在那个特别要求这样 因为其实每一每一个有一些要求都都都是在帮助你 好可以说在这个学习上会更顺利一些 好那呃,那么呃,在这个单元三因为他因为我主要是要引导各位同学来习惯这个RM的编辑 还有怎么样在RM里面去学习跟测试R的那个code 好,所以在这里会是会会会是比较那个要求那个练习3跟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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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7 好,这两个部分好,那呃,所以在同学这次的评分其实还算是比较宽松啦 好,那那那么呃,主要会是看那个你有没有全部都有做 然后你有这个这个全部都有做是每之后这个每一次作业的基本要求 这是有包括说是在上课的时候跟着我的演练一起做的 好,也有这种那个,也有这种那个,呃,也有这种那个,呃,还有,呃,如果说你上课没有那个跟上的话 那么也也要,你也要在那个下课后 然后你自己不论说是你去,呃,你,呃,你去office out,要问那个助教或者说跟同学讨论 你都要再从,再,再把这个演练项目给做好才可以 好,那那个,如果你有,你都有做的话 好,那我就在看你,看你的那个主,这次的这个主要的演练项目,好,有没有做到一个起码的水准 那这次演练项目其实都不难,好,就是主要是帮助各位同学,呃,习惯,习惯这样的这个RMarkdown的编辑方式 好,那这次佼佼作业的状况,呃,跟前两次已经有蛮明显的变化 好,因为前两次都是,大家都是集中在说那个下课当天 但是这一次却出现可能是有廉价的关系啦 好,竟然是在那个,就是上次的,上,上,上完,上完课的,上课的那一天 还有就是廉价要收价的前一天 好,因为这次是那个10月12号,延到10月12,12,12号,号是才缴交期限嘛 这个表示说那个同学开始,开始有那个跟上这个学习的脚步 好,当然我是知道还有不少同学,甚至可能说,说到底,就是说连那个,呃,怎么样注册Github账号啦 还有要怎么样安装啊,都还有些问题 但是,呃,你,呃,到现在其实你都还是有,有,都还是有机会再跟上来的 好,因为这个其实跟,就真的是跟那个健身或运动一样 每个人的条件都不,都不,都不大相同 好,那,那么能够,那么我能够做,做,做的是,是帮助你 就是从你现在的状态中调整到,可以就是,呃,上,可以那个,呃,跟着学 跟,可以,就是,就是一起跟着学习的这个状态 好,当然这要有个前提,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动机去学 好,我们,我,我去透过这样的方,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好,来按部就班的去学习 好,好,那这是一个简,这是单元3的那个简单的回,呃,一些,呃,作业的一些,呃,一些那个检讨 好,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领到作业了 OK,好,大家有领到,我这里看起来就有领到作业了,好,好,那现在 我们可以来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单元4 这里 OK,那我们 好,那么现在,呃,大家可以注意到,呃,从单元4开,开始,哈 好,我是建议同学可以的话,你就在那个上课之前,你自己就照着电子书,英文电子书的练习 好,因为他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呃,编排,其实他都是要引导同学从作中去学 那我的中文讲书,其实只是把他的每一个练习中的关键给挑出来而已 好,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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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你,你自己觉得这次的作业,你可以准时做完之之后 其实你可以就开始往之后的单元,你自己去做学习 然后上课再来,再来就是看我的示范讲解 其实这个,这样子其实学,这样子会有最好的学习效果 那同时,这也是为了在为那个其中,就是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我排的这个进度表 就是在这个第11周的这个期末专题说明会之后,这个第12周开始 会改变那个上课方式,变成是,我是那个上课前要,就是会放出一个,放,呃,放,呃,放出几个录影示范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是让同学去做一个演练题目 好,等于是那个,本来那个是,现在是,是那个下课后 才,呃,才要同学做作业的这个,这个,这个进度整个,整个往,整个就是往前推 好,这样子知道,你们应该有,有听过那个翻转教室吧 在这个期,其实就是,就是类似一种那个翻转教室的做法 好,这注意哦,就是我们从这个第12周起 好,会是变成像这种翻转教室的这种方式 好,所以现在开始就是,建议同学,如果你自己可以 每次的作业,你都可以跟上之后 那我建议你在,就是至少可以从这周,从这一周起 你的作业做完之后,你就自己去做这个 之后的,就是下一周,或甚至下下周的这个 他们就是讲,就在原来的电子书中 他的演练的项目 好,那,呃,那,呃,呃,在上课 我所提供的这个作业 其实只,其实主要是,是,其实,其实等于是,是做,只是现在的功用 算是说,说做,做一个,呃,以,就是以我自己比较熟,比较熟,比较熟悉的状况呢 做一个示范 好,那,当然我的示范不一定会是最好的 那我很欢迎各位同学可以去 你自己如果说,找到说有比我的示范更好的这种写的方法的话 那欢迎就是一起来分享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在这一周我们 我们,我们,呃,我们要开始前呢 呃,我们要做两个步骤的准备动作 好,那这两个动作应该是非常基本的 所以我,所以我在作业的值 我在这个作业里面 我,呃,讲义里面 我是把它给合并在意,在意,在意,在一起的 然后在作业中呢 我其实也没有,就是说 也没有就是留一个 就是说是练习一跟二的这个标题 因为这两个部分 我现在,我是现在要引导各位同学 因为这个资料是在 呃,接下来的另,的 有三个单元都会用到的 所以这个步骤算是一个 牵涉,就是有关联到后面有三个单 三个单元的起手式 好,那第一个部分就,呃,首先 就是我们之前有认识到的 那个Tidyverse 那我是先确认各位同学 你们的RStudio 现在已经有安装好了Tidyverse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先做一个 这个Tidyverse就可以Loading OK,这是第一,就是其中的第一步 然后再来 第二步呢,就是 这就是Loading 这也是我是建议 不不不,呃,如果说之后你有要做各种分析的这种专案作业的话 好,Setup这边主要就是用来做两个准备 一个就是把这个专案要用到的package 在这边先做,然后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把,呃,你现在的这个资料 好,把它给放在这,从这边先汇入进来 OK,好,那是,那么我们在 呃,我可以,我想我们可以回,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次的做,上一次的作业 呃,我看一下 好,这个是 这个是上一次的作业三 好,是不是有,有要同学 特别是你是用本机版的 不论你是用Windows还是Mac 好,就是有要求同学要去做到说 你把这个,呃,把某一个 你放在另外一个资料夹 通常,因为我也,我从第一 第一,呃,那个前 第一,第一次开始介绍R的系统的时候 就已经有要,有建议同学 把这个要处理的资料 放在你现在的这个专案的另外一个资料 的资料夹里面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再到这里来 好,到这里的话,因为我们成,我们就是曾经 在前面,哦,这个,呃,从这个第二周的时候 就已经有介绍了,呃,就是去下载,哦,去下载他们的,呃,等下我 就是在这里,哦,去下载他们在,在这,他们在这个,呃,单元四,哦,到四到八都会用的这个资料 好,也,这也是那个,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作业的内,作业的内容 好,要去,呃,看说这些资料里,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呃,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那个,它有几个这个变相啦,然后那个变相,每个变相之,之,之下它有什么样的内,它有什么样的内容 好,就只是做一个初步的预览 好,那么现在在这个单元四 就是要请同学,哦,你一开始就要在 你从一开始就要把这两个资料,哦,之后开,之后我就会直接说 这两个资料是这两个CSV档,CSV档案 我们就不会再回去看说那个前面我们是怎么样 因为这样子也是蛮,也,也就代表说 说我们每一次都要再去,再去提,哦,这样,这样子也是蛮麻烦的 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看这两个,正向性学资料所指的就是这两个CSV档 好,那这两个CSV档,我也要顺便借这个机会 来帮忙各位同学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档案管理的一些基本的 呃,实际的做法 好,像是我自己的这两个CSV档 好,我都是放在,呃,就是,就是,是属,是属,是属于,哈,呃,我觉得用这个可能看 不是很,不是很清楚 好,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档案结,档案结,结构是这样 这个是我正门课程,哈,就不知道电子书讲义啦,还有作业的所有资料 但是我是有在这个资料夹之下,我特别开了一个data的目标 这个就是放之后,呃,包括说之之后 就是说这个单,这个这学期 我们的所有课程会用到的各种演练的资料 我都集中在这里 好,然后那个,呃,关于,呃,就是这两个档案 我就是放在这个,我就给他,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叫做正向心理,心理,心理,心理学 好,就让我自己可以知,可以知道 然后,呃,每一,那么给同学的每一次作业呢 我都是安排在这边,集中在这边安排去出的 好,那现在你们在我的那个RStudio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属于这个资料,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夹 好,所以现在要请同学你们要先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这个资料,你自己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先在你的那个做,你的作业的外,作业的外部 有没有放一个,放另外一个,一个就是储存 这两个CSV档的资料夹 好,那我要特别说明这个方法,呃,是适用 每一个用本机版的同学 那如果现在你因为是用什么Chromebook 或是还没有自己的,自己的设备的话 而必须使用这个RStudio Cloud 就是那个这个网页版的那个云端版本的Cloud 的RStudio的话 那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那个你每次要做这专案 你都必须要把,呃,这两个档案 上传到这个专案里,专案里面才可以做 好,那这个是比较,比较 属于是平台上的限制必须要做出的折衷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之后你可以用比较完整的本机版的档案的话 也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 好,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要这样子做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给汇入进来 好,那么请容我稍微用一下我的那个小抄或是攻略本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好,这个也是上次在那个单元3有特别讲到的 好,然后但是每位同学 你们的设定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或者说不一定会跟我是相同的 因为我会,我在这个,我在这里所,我在这里的做法是 我会把这两个资料,大家可以看 就只要看到这两,这里面的这两个函式 它就是要去找出储存这两个CSV档的路径 我们直接,你们都已经知道那个 在RChunk里面的每一个程式嘛 我可以逐航去执行吗 好,那个我们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 好,好,好,好